這個獅子啊 第四個選項為什麼錯呢 你知道 為什麼這個選項錯 同學 這個負八分之一的三分之一齒方 這個是五一一的 我們數學上沒有辦法去定義這個東西的 這個東西是五一一 你把它畫起來可以嗎 這個東西是五一一喔 沒有一一的東西 好不好 為什麼沒有一一 你一定要懂喔 你不能背而已喔 你如果只是背 那你就是 只是把它積下來而已 你要知道為什麼這個東西是五一一 你要知道喔 然後同學問你喔 負八分之一開三次方 這有一個一一 這有一一喔 這個是有一一的東西 這個是對的 這個寫法沒有問題 這個東西在數學上是有定義的 然後這個東西的確會等於負的二分之一 我跟你講他就是他喔 他就是負二分之一 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東西沒有一一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兩個是怎麼樣 這兩個是不相等的 這兩個是不相等的 這樣好不好 所以你看一下下面那個立體 他說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你就可以自己判斷了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下面還有一個題目 97年學測的立體B 來 97年學測的立體B 這個題目也不難 那這個題目我們帶著同學把它做過一遍就可以了 慢慢講啦 我們大概維持一個禮拜一個單元的進度 應該還OK 那個列體B他在講什麼 他說對任意時數而言 27的什麼東西 s平方加三分之二 上面這個次方是s平方加多少 加三分之二 OK 他問說這個東西的最小值是多少 對不對 這個很簡單喔 這個東西喔 來 同學你仔細看喔 譬如說我如果用圖形來做解釋的話 可能同學會比較容易 來你跟著我一起畫一個圖好不好 來 這個我令大家叫做第一考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如果我現在要畫出一個函數的圖形 這個函數叫做 y 等於什麼 27的第一次方 這一個指數函數的圖形 同學你覺得這圖形長什麼樣子 同學底數比例大 它的圖形會怎麼樣 你們應該這個單元應該都有看過課本了吧 我可以做這個假設嗎 你們回去都有先看過課本 對不對 同學底數比例大的時候 它的圖形是怎麼樣 是一個嚴格地增的函數嗎 而且一定會通過一個聽點 叫做誰 叫做01啊 t等於0的時候 y是不是等於1 而且這時候它的進進性 就是我們的這個t軸 你聽懂這感覺嗎 以前叫s軸 對不對 所以它的圖形長怎麼樣 它圖形是這樣喔 它是個嚴格地增函數 右上升的圖形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今天的t是誰 欸我跟你講 今天我的t就是這個s平方加2 3分之2 所以這個t就是我們的s平方加上2 3分之2 那其實每個人都知道一件事情 知道什麼事情 同學這個s平方想能大於2 0 所以你加上2 3分之2 一定肯定怎麼樣 大於或2 0 3分之2 對不對 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t是有範圍限制的喔 你的t的最小值是不是3分之2 那3分之2在哪裡 3分之2大概抓一個位置 好 假設在這邊好了 欸 其實這樣好像不太對 嗯 好啦 3分之2沒關係 就 反正就隨便了 來 3分之2 因為那個比例好像有點跑掉 不過沒有關係 來 而且你看喔 當你的t大於等於3分之2的時候 你對應的圖形是不是這一條 這一個部分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 你心裡面應該有同個概念啊 請問你喔 同學你的最小值會發生在哪裡 因為你是個右上升的圖形啊 所以你的最小值一定是發生在這個地方啊 對不對 這是你的minima對不對 所以你的最小值就在這邊啊 來 你把這個點框起來 來 我個人覺得這個題目 如果你有圖形的概念喔 其實它會變得很簡單喔 來 本題的minima 會發生在這個地方 學測考題我都會慢慢講喔 來 仔細聽喔 你的最小值是不是發生在這個地方 對吧 那你就3分之2帶進去啊 所以本題的最小值就是多套 27的幾次方 27的3分之2次方 對吧 然後這個27本身是3的幾次方 3次方 然後外面再3分之2次方 根據指數率 同學指數率你們熟嘛 內外次方會等於次方怎麼樣 相乘 所以它會等於3的多少 3的平方 來 3的平方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誰 這一題答案是9啊 對不對 來 看去一下這97年學測的送分題喔 不過這一題喔 同學你看喔 雖然它簡單 但是答對率其實也不過才六成 現在這種題目 就是你想想看嘛 同學這個其實你在解題喔 你的想法很簡單 底數比1大的時候 我問你你的次方越大 你的數字是不是就越大 對吧 底數比1大嘛 聽懂這感覺嗎 比1大的時候 你的次方如果越大 你的數值就越大 這個從圖形就看得出來 所以你只要去想辦法找到 它要找什麼 它要找最小值 對不對 那你就只要找次方的最小值 啊次方最小值 就3分之2啊 帶進去就好了 這樣好不好 OK 來 那我們這個地方 就跟你談到這裡齁 來這個立體V就過去囉 欸這樣可以喔 然後下面的那個指數率喔 啊那個指數率你自己看 那個沒什麼狀況 來翻到後面來 哈囉 翻到這個後面來齁 我想一想看 哇 終於要進入LOG了 來我這邊齁 來旁邊寫一個P喔 哈囉 我花一點點時間來幫同學復習 我覺得LOG到底是什麼東西 LOG以二為以八的對數 這個東西如果叫做X 請你告訴我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LOG到底是什麼 你從以前就學過LOG啊 所以LOG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如果要你講出來 就是LOG到底是什麼 欸 那個 我怕你們忘記喔 我來問那個原字好了 如果有一天啊 有人問你什麼是LOG 要你簡單的解釋一下 你為什麼跟他說 對 LOG到底是什麼 我知道你懂 但是你說不出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同學你懂這感覺嗎 他會 原字絕對會酸 而且他也知道LOG在幹嘛 但是要你講LOG是什麼 好像講不出來 我再問一兩個同學 我們不會花太多時間 我來問那個 欸 我來問張偉好不好 張偉我問你LOG到底是幹嘛 不知道 不知道 然後再問一個 問阿愷 阿愷再不會我看這個教室 可能就沒人會了 阿愷 LOG到底是什麼 不知道 來我跟你講 我們以前講過 哇 我覺得LOG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他是一個測量什麼東西的工具 指數 知道嗎 誒 誒 誒 來 我跟你講 他是一個測量等級的工具 等級 同學你懂嗎 測量快速的工具 你把這個等級喔 這兩個字特別標註一下好不好 LOG是一個測量等級的工具 人家以後問你什麼是LOG 你只要講這句話 人家就知道你這個是內行人 你懂 這個等級喔 他有另外一個說法 又稱為叫什麼數 叫四方數啊 你可以寫上去 四方你知道嗎 四方數的工具 但是我個人覺得講等級比較有FU 你懂嗎 你說了 除了LOG以二為底 八的對數 這到底是什麼概念 這概念很簡單 我想知道八的等級 可是你要測量等級 一定要有一個基準 你到底用誰來測 很簡單 用二來測 用二來測量八的等級 你覺得八的等級是幾等 三等啊 為什麼 因為二的三四方就是八 這就是等級的概念 所以八這個數字 它的等級是多少 三啊 用誰來測 用二來測 二的三四方是八 這邊就寫一個三啊 對不對 我看LOG就這個概念 它是一個測量等級的工具啊 人家問你什麼是LOG 你就這樣講就好 這個等級又稱為次方數 有一些書會寫次方數 好不好 好 那我再舉個例子好了 因為我覺得你們應該有些人 就是只會算啊 叫你講都講不出來 來 譬如說我們同樣測量十六這個數字 好 同樣測量十六這個數字喔 可是我測量的工具不一樣 我們高一話很多時間解釋喔 但是我們高三就大概跟你理一下就好 請問同學喔 如果我今天要知道十六的等級 可是我是用二來當做我測量的工具 請問十六這個數字是幾等 四 四等啊 因為二的四四方就是六啊 對不對 它的等級是四等 你測量等級 你一定有一個基準 你用誰來測的 對不對 你的測量工具不一樣 你的等級也會不一樣喔 那如果你是用四來測的話 我問你四的幾次方會是十六 二啊 對不對 所以用四來測的話 它等級只有兩等喔 那為什麼會有log這個符號的產生喔 其實這個是有它歷史上的一個緣故喔 為什麼會有這個符號的產生呢 來我簡單說明一下喔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 同學我問你喔 二的x字方 比如說 來等級九 哈囉 來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這個我稍微說明一下 二的x字方等級九 在很多年前喔 大家對這個問題就很感興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大家心裡面寫的很清楚 二的三次方是多少 八 二的四次方跳到多少 十六 所以大家都曉得一件事情 這個x一定是多少 三點多對不對 其實大家心裡清楚啊 其實這個數學上 大家都知道這個x一定是多少 一定是三點多嘛 一定在三跟四之間 可是你這個x叫三點多 這個數學上我們可以這樣寫嗎 就寫一個三點多 你不覺得這樣的寫法 好像有一點太不精確了吧 所以後來就發明一個符號啊 那個符號是誰 那個符號就是log的符號啊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二的x字方等級九 代表說用二來測量九 這個數字的等級 它等級是誰 x啊 所以後來人就發明一個符號 就是x就是誰 就叫做log 以誰為0 以2為0 9的對數 這樣你一定懂嗎 這個x就用這個符號 去把它表現出來 就是這個概念 這樣好不好 所以什麼是log 你一定要懂 不是只會算喔 算誰不會啊 全部高中生 大家都把會算log對不對 但是你要知道什麼是log 它是一個測量等級的工具 這樣好不好 簡單提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到那個32頁喔 那個32月請你看到那個第三個重點喔 那個第三個重點就是在講我們這個log的概念喔 這個我想應該這樣就好 接下來第四個重點 同學準備好你的螢光比喔 他說對數log以a為底b的對數有意義的話 後面請你用螢光比刷一下 底數要大於0 而且不等於1 還有幀數要大於0 這樣可以嗎 把它畫起來 底數要大於0不等於1 幀數要大於0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現在不想講了 因為這個高1課本都有寫 為什麼要限制底數大於0不等於1 為什麼幀數要大於0 你要知道喔 我現在只是讓你把重點畫起來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就跳過去喔 這個很簡單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第五個喔 這個第五個就要花點時間來講喔 對數的運算功能 你一定要回去馬克風看過喔 剛才講他那些觀念你一定要懂喔 你不能只是看過去就算喔 一定要把它搞懂 對數的公式喔 對數的公式這本書很有意思喔 他第一個談到的那個叫什麼公式 叫分合公式喔 這個分合公式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就好像可以分開也可以合併的那種感覺 你在那個分合公式的旁邊 我幫我寫一句話 同學 對數相加減 增數會怎麼樣 相乘數 把這句話寫上去 寫在這個分合公式的旁邊 對數相加減 來 對數相加減 來 對數相加減 然後增數怎麼樣 相乘數 當然我們現在也不可能證明了 因為畢竟學生也不好證明 但是我想 如果你能知道它是從來的當然是最好 來 把這句話寫上去 對數相加 增數相乘 對數相減 增數相乘 這個就是分合公式 它上面寫得很清楚對不對 LOG AX 加上LOG AY 是不會等於LOG EA為0XXY 對不對 這個叫做分合公式 那接下來第二個 你看它有另外一個公式喔 第二個公式它叫做什麼 次方提乘係數 我個人不喜歡這個講法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高一講的那個叫什麼公式 跑路公式啊 來 寫上去 跑路公式 來 我個人不喜歡它這個講法 這個講法看那個 來 跑路公式 跑路公式的完成版 我秀一次給你看 跑路公式的完成版 請你跟著一起寫 寫一個大大的LOG 這樣可以嗎 然後它的底數是A的N次方 幀數是B的N次方 OK 來 我等你喔 跑路公式喔 啊 什麼是跑路公式 同學你還記得喔 樓上跑樓上 樓下跑樓下 什麼叫樓上 這個N次方 這個B的N次方 這個是樓上 樓上跑樓上 N會跑到分子對不對 啊這個樓下 樓下在哪裡 樓下就是這個M嗎 樓下跑樓下 會跑到這個分母的地方 對吧 所以我們以前講 這個叫什麼公式 跑路公式啊 樓上跑樓上 樓下跑樓下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寫成什麼東西 它就可以寫成M分是什麼 N分之N 然後Log以A為B的對數 來 我給你30秒把這個寫上去 這就跑路公式 這都可以證明的 好不好 很有名的一個公式 這公式很常用啦 什麼分合公式、跑路公式 這個都很基本的東西 來看看那兩個公式 幫你回憶一下有什麼問題 那接下來 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它講換底公式 畫起來 換底公式就是 你不喜歡底數 可以換成你喜歡的數字 但是你要注意喔 你可以換成任何數字 但是一定要大於0 不檔於1 因為那是對數的基本規定 這樣可以嗎 換底公式也很重要 然後再來它下面還有講 較少用到的公式 較少用到公式 它下面有幾個 有三個對不對 第一個叫做什麼 導數公式 這個導數公式其實它就是換底公式來的 第二個叫還原公式 為什麼叫還原公式 我寫一下 A的log log什麼東西 我看一下 以A為頂 x的對數 來這個東西會檢個多少 會檢個x 這個公式也很有名喔 不過你要說它很少用也對 各位喔 這個叫什麼公式 來寫在旁邊 這個叫還原公式 我們以前不是講嗎 還原互換導數字方連鎖對不對 超球你知道什麼叫還原公式嗎 超球我們知道指數函數跟對數函數 它們是互為什麼數 反函數嗎 所以你看這個x 先經過對數的運算 再經過指數的運算 是不是回到它自己 對啊 這叫還原嘛 對不對 經過對數 再經過指數 是不是還原變成它自己 這叫還原公式 這還原公式也要證明給你看 可以喔 這證明大概10秒鐘吧 來我寫這個給你看 來 log以A為頂 x的對數 等於log以A為頂 x的對數 來中間問你 這樣寫對不對 這樣寫可以對不對 然後你把右邊這個角度把它封起來 你把它當成一個整體 然後你把它還原成這樣子 來同學你看喔 A的這個翅膀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x 對不對 這樣 A的logAx翅膀會等於x 就它 就這樣結束 這叫還原公式 這樣可以嗎 從這個角度看也OK 所以同學你看啊 這個2的幾次方 翅膀 就算翅膀嘛 對不對 就這樣過來 好 還用公式跟你稍微比一下 接下來最後一個 那個叫什麼公式 那個公式也有名字 我們那時候都盡量給點個公式名字 這個叫xlog以A為頂 y的對數次方 會等於y的log以A為頂 x的對數次方 來同學你知道這個公式 我們已經行李它什麼名字 這叫什麼公式 有名字的 同學你看啊 這個x 這個y 這個x 對不起 這是y 這個x 同學你看啊 一個上去一個下來有沒有 同學我們說這個叫什麼公式 敲敲敲板公式啊 另外機梅竹馬 你有沒有跟你機梅竹馬做過敲敲板 就一個上去一個下來 那種感覺沒有 這兩個互換位置結果會一樣 怎麼去證明它很簡單 兩邊取多個就可以了 好不好 黃浩然不要睡著 你還好吧 知道我在想什麼 你還OK嗎 行不行 你還行嗎 還可以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學測到底在這些公式裡面 考過什麼問題 你翻到三次三頁 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立體V 來這個立體V 這個題目 我覺得 咱們還是要來講一下 這個題目是哪一年的學測考題 這是103年學測考題 他說請問下列哪一個選項等於 Log 以誰為例 以... 哦... 這個等一下我來解釋一下 這樣 嘿嘿 來 等於這個家伙 我現在問同學喔 同學參考寫底術 沒有寫底術 沒有寫底術 代表以誰為例 以10為例 這個叫常用對數 這樣可以嗎 沒有寫底術的話 代表我的測量工具 是誰 是10喔 這個叫常用對數對不對 那這個題目太簡單啊 這個題目你根本就是怎麼樣 同學這個叫什麼公式 這一個傢伙啊 這個不是吃方嗎 吃方可以拉到前面來 這個叫什麼公式 講話這公式的名字叫什麼公式 跑路公式 所以他就寫成3的幾次方 3的5次方 再乘上什麼 Log2啊 有沒有這個選項呢 有 哪一個選項 我看一下 1啊 最後一個選項對不對 所以本題應該要選最後一個選項 這樣可不可以 1030學測考題喔 欸這一題 我猜應該是史上最簡單的學測題吧 答對於82 我以前曾經啊 聽我學長講過 你猜 然後我們現在再來看一題啊 欸 最新的考題 今年學測考題 你看這Log考多簡單啊 來我們看這一個題目 C這個題目 答對率多少他沒有寫 他可能還沒有去查 然後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在講什麼 他說坐標平面上有三個點 A點坐標 他沒有給ABG 我們自己定好 A點坐標叫做3 豆點 Log3 這個叫A點 然後B點坐標 叫做6 豆點 Log6 我超越一下題目喔 C點坐標是誰 C點坐標叫做12 豆點Y 後面那句話把它畫起來 這是107年級學測的考題 這三個點貢獻 在同一條直線上 請問Y是多少 同學這樣一題 這樣一題5萬塊 我跟你講這錢真的太好賺了 這三個點在同一條直線上 同學你把它畫出來 A點 B點 C點 三點貢獻 請問你Y是多少 對不對 來我現在問在座的所有同學 這一題 你看到他你會想怎麼做 如果你看到他你想到邪率喔 那我跟你講 不是不行 那代表你應該是個高一的小朋友 才會想到邪率 為什麼 因為三點貢獻 這兩點說算出來的邪率會一樣 這個大家都知道 可是高三的學生我說過 邪率能不用就不要用 因為他有更好的東西可以取代他 那個叫什麼 三點貢獻 我們當然是用什麼觀點看 比較簡單 向量喔 對不對 這三點貢獻 AV向量跟AC向量一定會很平行 兩個向量平行 分量就會成比例 這樣不就好了 用向量來算最好了嗎 而且向量還不會有不存在的情況 像邪率的話 有時候你還要考慮 在某些狀況下邪率會不存在 對不對 然後邪率有時候很麻煩 對不對 用向量來想最簡單 所以這個題目你就這樣寫 這個AV向量一定會平行什麼向量 一定會平行AC向量 對不對 那AV向量怎麼算 邪學你告訴我 AV向量怎麼算 你不要跟我說 你向量都忘記了 後面的座標減前面的座標 所以就6-3就是多少 3阿 然後邪學我問你喔 LOG6-LOG3相減的話 幀數會怎麼樣 相除 所以他會變成LOG多少 講話變LOG多少 LOG2阿 對吧 LOG6-LOG3不是LOG2嗎 對吧 對數相減啊 幀數是不是相除 對吧 然後再來 AC向量 後面減前面 12-3 這是多少 這是9 OK Y-LOG3 Y-LOG3 就這樣 欸 這種題目你看 我也會粗阿 對不對 兩個向量平行 分量乘比例阿 這個好 乘比例 比例圈對不對 來3比上9 是不是應該會等於 我寫慢一點喔 我怕有些這個還是不太熟 來這個是LOG2 然後這是多少 Y-LOG3 對不對 然後交叉相成嘛 9分之3就是誰 就是3分之1嘛 所以交叉相成你會發現 Y-LOG多長 Y-LOG3 就會等於什麼東西 就會等於三倍的什麼東西 LOG2 然後我再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同學三倍的LOG2 這個3 我們可以把它怎麼樣 那個叫什麼公式 講話 跑路公式 你可以跑出來 當然也可以跑回去嘛 LOG2的三次方 這個叫LOG多少 LOG8 對不對 三倍的LOG2 就是LOG8 所以這個螢幕 同學你看喔 你的Y 不就會等於LOG3 對不對 把這個數的分過來 LOG3再加上多少 LOG8 同學 LOG3加LOG8 叫做LOG多少 24喔 那些什麼 心靈學者 考到這個 就考這一題 你看 這麼簡單 這樣一題 你讀得要死要活 對不對 錯那麼多題